为了完成华裔丈夫的遗愿,德国作家和学家海培春日前从万里之外的德国来到中国贵州,看望贫困山区里的学生,并亲手把捐助款项交到贫困学生的手里。 行程结束后,中心社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。 海培春告诉记者,此次是他第二次来到贵州,早在1994年他就来过贵州,走访了贵州少数民族村寨,并参观了黄果树瀑布。 时隔25年再次踏上贵州这片土地,海培春惊叹于这里的发展变化。 那个时候从贵阳坐车子,坐那种小的棉包车到那边住,那辛苦得不得了,没有想到现在贵州的交通变得这么厉害。 到处都是很宽的马路,而且桥就特别多,而且都是,就是我几乎没有见过的桥,就是又高又长,真是没有想到。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腹地,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,2015年,贵州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5128公里,成为西部首个,中国第九个线线通高速的省份。 海培春说,贵州的发展变化就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,他要把此次在贵州的所见所闻写进书里面,让德国民众了解中国发展。 因为我觉得虽然媒体已经这么发达,但是有的时候两边的老百姓不一定了解对方的那种情况, 比如说好多德国人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中国的情况,那个时候不知道,现在也不一定,他们当然看了好多报道, 但是到底中国人是怎么想,而且他们的私人的生活,或者他们的希望,或者这样子,好多都不知道,所以我就是研究中国,然后就写这方面的书。 从1975年第一次来中国到现在,海培春已走遍了大半个中国,并驻有中国文化指南、大鼻子、中国人眼里的德国人和德国媳妇中国家等书籍,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发展。 海培春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德国民众,驾起两国之间的桥梁,让两国民众多了解对方。 他告诉记者,退休之后,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住上三个月,记录身边亲朋好友的生活变化。 通过多年对中国的观察,海培春也看到了中国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,如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,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等。 父母一离开孩子们,就是可能就一年就春节或者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些孩子,对这些孩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因为我就感觉到这些孩子不一定需要钱,而且需要慕爱,需要一个家庭。 海培春认为,乡村孩子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,应多关注农村留守儿童,让父母陪伴在其身边,让他们在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成才。 就是应该在父母的身边,不管是在农村或者在城市,这个我觉得是太重要。 而且如果在城市没有这个条件,要想尽办法给他们安排。 目前,海培春一边从事写作,一边做翻译工作。 结束贵州的行程后,海培春还将前往四川和云南等地,感受中国各地的发展变化和当地特色文化。 感谢观看